公民崛起大家起來翻轉 大家午安 我是汪傑民 最近最紅的事情是什麼呢 最紅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選總統 為什麼要選總統呢 因為選總統之後 你可以一切都黑箱對不對 你可以黑箱油電雙掌 你可以黑箱什麼 你可以黑箱正所稅 你如果覺得更開心的話 你還可以黑箱正 這個我們說的最近的這個教綱 你也可以黑箱什麼 你也黑箱大法官 反正你想要黑箱的事情 通通可以 當然如果你想要來個馬錫會 那肯定也可以黑箱 所以我們現在怎樣 黑箱治國嗎 好了 這個凝聚意的事情 今天爆發出來 不論是我們東訪要談的 什麼叫做黃金船 黃金船跟石頭是一樣的東西嗎 這是一個我們的法官的解釋 看黃金船跟看石頭一樣 這什麼鬼啊 不過今天就要來談談 為了這個黃金船到底惹了什麼樣的風波 二十一年前的成年往事 但我們不用講那麼久 我們就要講一個十年前的往事 你還記得當時有一個市長 他把特別費每次拿到的時候 就把一半的錢就去提領成為他的薪資 而且還報薪資所得 這個人叫做前馬市長 那後來這個所謂的特別費爆發之後 上訴到第三省的一個法官就說 他沒有刻意想要把這個錢放進口袋 所以就免罪了 而這個人神奇的事情 他就要成為大法官了耶 到底有沒有避嫌呢 當然教綱的事情似乎也是吵吵鬧鬧 吵個不停 但是媒體上面的說法是說 難道我們這位馬總統 要提名大法官的目的 就是跟他提名監察院的院長跟這些人 目的就是安全下綱嗎 而事實上瑞德也發現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其實不有趣 我們這個鄰居以前還有所謂的東西 你知道嗎 叫黑箱作業 不是黑箱作業 叫冤獄 怎麼會有冤獄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真的太神奇了 好了 這是馬英九幹的好事 但是我們今天不談大巨蛋 我們今天談什麼 談小英 小英今天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其實滿哭手 當很多人跟他說 誰要選總統 誰要選總統的時候 小英說這句話 這麼多人想選總統 小英說了這句話 還真是準 你有沒有聽過 你要代表國民黨去選總統的目的 是因為你要摧毀國民黨 有聽過這件事嗎 我們那個白目的阿吉桑 就是楊志良前衛生署長 他要選這個總統 他說出來 他覺得兩個黨都很爛 所以要選總統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偉大的歐吉桑 叫王津平 你知道嗎 只要南部連署三萬份就到了 昨天他的黨間確定 他是國民黨籍 這件事一出來之後 馬上就說他將要在下一週 正式去領表參選2016的總統大選 那麼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已經是頒事底定了呢 這時候殺出一個陳曉金 這個陳曉金姓宋 大家都知道 叫宋楚瑜 昨天參加李敖的生日宴 也公布的一個日期 是7月或者8月 將要接竿而起 好 那我們今天林國成的音樂 在這邊也要思考一下 到底我們宋楚瑜前省長 他的接竿而起在談什麼呢 先介紹我的來賓 那麼資深媒體人鍾年晃 傑民好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傑民好 大家好 對 王瑞德要跟我們談談這位 可能成為大法官裡面 以前有冤獄耶 好 台北市議員林國成 傑民大家好 大家好 宋楚瑜真的要選總統嗎 揭竿其意 OK 揭竿其意 要揭誰的竿其 誰的意呢 好 我們要了解一下 還有我們資深媒體人陳金蘭 大家好 好 那另外有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大家好 他21年前的文章 這個21年看起來有這麼老嗎 OK 好 21年前的一篇文章 先又被講出來了 叫做那個黃金船的日子 什麼黃金船 真好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尊重的 廉政委員楊石秋 傑民 大家平安喜樂 好 我們先來看 我們到底這個國民黨 在玩什麼遊戲 那當然我剛剛是酷手的 當然你恢復黨籍目的 不是選總統 而是說這個十幾年 真的很巧合 就是昨天有個畫面 這畫面看起來挺有趣的 就是那個媒體就是跟都麥 因為王金平現在是一個 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就都麥 都麥的十幾年 正好就是因為法院 高端法院已經判 王金平黨籍案 國民黨敗訴 所以王金平就正式又恢復了 事實上就本來的國民黨黨籍 那你知道王金平其實基本上 他臉上是沒有什麼太多表情的 因為曾經摘神說 上經下平 奧彌陀佛 那但是你知道嗎 這畫面我想這個有機會可以去YouTube看 他露出那種四孝又不能孝 心中竊喜又不能喜 然後開心又不能開心的表情 就說一句話說明天事都不知道 我們會努力 那如果這個隨緣如果一期都到了 我都會把它整段的佛法 講給大家聽 聽完之後你不知道你會肅然起敬 但王金平看起來應該是會選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到底這個國民黨還有哪些是狠角色呢 到底是我們的辣椒是狠角色 還是之前我們的環保教父 水利教父李鴻源 還是我們楊志良 還是我們吳敦毅 還是王金平 還是中聯邦 中聯邦不選 我們繼續來看 來 這個王金平恢復黨籍驚嘆號 下週宣佈參選問號 但是就在他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了我們朱立倫 將登陸朱席會 原來選主席的目的 就是要借習近平嗎 好 來 這個我們先看 這個是最重要消息 就是王金平正式恢復黨籍 那麼選總統不鬆口 不過我要奉勸一下王金平 因為現在大法官都是馬英九的人 所以如果馬英九覺得 法院的這個判例他不喜歡的話 他依舊可以去申請他那些German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這15位大法官裡面 有12個都是他11個都是他German 然後另外還有補4個 應該也是他German 所以他們這些大法官 會一致性的同意 說這個法院事務不效 你小心點 還是不要惹馬英九 來 王金平恢復黨籍 選總統不鬆口 那麼4月24號蘋果日報就說了 最高法院卓駁回國民黨 對王金平黨籍案上訴 判王金平黨員資格存在 據點 那當然我們的製作單位很客氣 他用據點 要我就是驚嘆喔 驚嘆喔 驚嘆喔 好 那這樣子之後呢 近期會宣佈參選總統嗎 好 那麼就有親王人士是黑影 他說王若選定要選 可輕易得到3萬份的連署 所以不及得亮牌 而王金平就這麼說了 來這段話 沒要選啦 也沒不選啦 明天要決定的事情 不用今天來決定 OK 好 那王金平的友人怎麼說呢 那既然七王人士 聽不懂在說什麼 王金平的話 我們也聽不懂說什麼 那我們就問有人好不好 因為有人就可以說一些內容 那當然有人一定要黑影表示 嘿 這個友人是蠻有趣的 他直接說 王渴望在下禮拜一或禮拜 前往黨中央領表 因為這兩天會是黃盜集日 因為黨籍確定的時候 王心裡比較篤定客氣了 是洗在心中口難開啦 那王金平真的要選嗎 問號那會是 這個是這個是王金平 這個是吳敦毅 是王無配還是吳王配呢 這到底誰配的 這個好奇怪 來 我們繼續看 講到這麼多 我們把太多交點放王金平 有三個人會喊冤 第一個叫做李鴻源 他說他會慎重考慮 4月23號 4月24號楊智良 已經說他會投入初選 但是問題是他的資產有上億 但繳不住兩百萬 另外就洪秀柱 他就說不要忘記了 我還要選 但是我們就問是 是因為你不能當立法委員 所以要選總統嗎 洪秀柱可能不是那麼回答到 好 所以整體來看喔 哇 年華看起來 整個故事越來越精彩囉 的確是越來越精彩 那前一陣子大家都在問王金平說 你什麼時候要選總統 是 什麼時候我們都很好奇 其實當時大家就在猜說 應該是等到他這個黨籍的訴訟 已經定驗了 應該就可以開始動作了 OK 那昨天已經定驗了 最高法院已經告訴他 這個駁回上訴 所以王金平現在是國民黨員 確定這一點沒有問題 對 那我想他如果最後真的要選總統的話 應該是在這幾天就會宣布 OK 因為大家別忘了 他需要一萬五千人的連署 除了你要繳兩百萬保證金之外 你還得一萬五千個黨員連署 那這個連署你是需要時間的 因為你沒有去登記 沒有領到表格 你沒有辦法拿到那個連署書 所以你事先大概也沒辦法作業 是 那今天我看有媒體報導說 這個南部光南部 就是北部都沒動員 光南部已經準備了三萬人 哇 好大的氣勢啊 對 如果準備三萬人應該就是說有意願 我的研判應該是有意願支持王院長選總統 因為你現在沒有連署書 你沒辦法連署 連署到時候也是無效 尤其我們聽到很多消息 發現國民黨這個初選制度是因實因地因人而置疑 這麼厲害 譬如說我就爆個小料 這個我們節目的來賓季國動 他在那個選區 他的了解是他的民調其實是已經贏過現任的顏寬恆 對 可是他就是不被提名了 現在沒有被提名 他們要用協調的 OK 都已經民調贏了 還要協調我也搞不清楚 已經民調完了 就是他們都私下都做過了 那已經贏了 那也不提名他 那再來看我們看花蓮的王庭生 明明他第一階段已經贏了挑戰者超過5% 照國民黨規定應該是直接提名 可是王庭生也不被提名 國民黨說還要等 我也不曉得要等什麼 所以現在誰也沒有把握 到時候國民黨在總統初選黨內的遊戲的這一局 會不會突然出什麼怪招 又又把這個他們不喜歡的人把它弄掉 真的有可能 這不是不可能 因為這種這種事情 其實現在立委部分就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想王金平之所以遲遲沒有表態 大概我的研判 他應該也有點擔心 到時候黨中央會用什麼技術犯規的方法 把他這個辛辛苦苦弄到的 用什麼方法 技術性把他給他架走這樣子 讓他兩個裁判就走過來說 王金平B out 直接給他一張紅牌 直接給他一張紅牌的 所以王院長應該是會逼到最後 大概最後關頭 那可能我在研判 應該可能五月初 有可能就會宣布 然後直接就開始展開連署 而且他會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達到連署的一萬五千人的門檻 因為這個除了說一萬五千人是消息資格之外 你還得要比那個氣勢 如果說假設說我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 連署完一萬五千人 哇這很厲害 那你其他挑戰者你自己只要癲癲精良 真的 你不要連署了20天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擠到一萬五千人 那個氣勢上就輸人一擠 那當然 那現在就有趣 那現在我們大家在觀察就是吳敦義要不要動 那我一直認為吳敦義其實並沒有放棄要選總統 要不然他當副總統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為了選總統 那我想吳敦義如果要參選的話 他應該也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會可以拿到一萬五千人的連署 這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那這兩天其實大家也在觀察說 馬英九的態度是什麼 昨天我們也聽到一個謠言 就是說 藉著初選這次機會呢 直接就把王金平給get out了 聽說這件事情 因為王金平你如果一旦參與總統的初選 你就勢必不會有立法院長 也不會有不分區了 那如果你初選又輸掉了 那你這個人就回家抱孫子啦 就直接 雖然前年的九月政爭沒有能夠把王金平幹掉 我想馬英九這兩天看到最高法院駁回 高等法院上訴一定心裡五味雜陳 我當時耗盡所有的力氣 動員了所有的力量 要把王金平弄掉 弄不掉 就你還是國民黨員 搞不好還可以出來選總統 那如果說在初選這一關 去把王金平把他的政治生命 把他給到此做一個終結的話 對馬英九來講 未嘗也不是抱一下老鼠冤啊 我前年沒把你幹掉 我利用這次初選把你幹掉 而且讓你什麼都沒有 2013年九月 對 所以我想王金平大概心裡也在提防 這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他最近講的話 感覺上我們都聽不太懂 我沒有要宣布要參選 也沒有說不選 那這句話是廢話 你到底選還是不選 還是廢話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話說回來就是臺灣的選民 特別是這個新世代選民 看到國民黨這些 這些老人家這樣子在那邊打高空 在那邊飄來飄去的 心裡不曉得作何感想 我個人 我自己看我是覺得還蠻煩的 還蠻噁心的 我覺得我在這一點 我反而欣賞紅袖珠 對不對 我縮選我就去登記 是 我兩百萬就拿去 我就零百我就開始連署 對 我覺得這樣還反而乾脆一點 而且還手舉起來 我打兩岸牌 對 對 我覺得就很直接 很明白 阿莎莉 對 很阿莎莉 反而這位女性比其他的男性 來得更像男性 更有男子氣概 所以我是覺得啦 雖然國民黨訂了一個截止日期 叫大家不要急 那包括朱立倫前幾天也在講 他說我不選2016可以了吧 可是隔天又講說 五月十六號會有明顯的答案 他到底要說什麼啦 對 他後面幹嘛留一個五月十六號 那又讓人家有一些想像的空間存在 所以我是覺得啦 反正要選的就趕快出來表態 因為現在已經 今天已經四月二十四了 對 到四月底 其實到五月十六號 其實大概只剩下二十出 五天大概三個禮拜而已 連署是需要時間的 你不要在那邊撐撐撐撐 撐到最後就來不及連署 那不是就糗大了嗎 真的 瑞德 看到王金平表情 就是那個你知道愛在口裡 不是應該說洗上眉燒不敢洗 然後熱上眉頭不敢熱 他到底在撐什麼 這樣看起來好像這個大內高手 到處都是豬的態度 馬的態度 還有國民黨的內歸 看起來讓王金平還是這趟路 這最後一旅路走得還是很辛苦 我記得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已經有預告 王金平的黨籍案 這個禮拜會定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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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昨天定驗了以後 事實上王金平就在等這個定驗 其實全世界包括馬英九在內 都知道王金平這個案子 一定是他贏馬英九 過去的馬英九 現在國民黨拜 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底定 但是王金平一定要等到這個官司 這個等於說塵埃落定了以後才能正式走下一步 因為很簡單 名不正則言不順 這段路應該走得蠻焦慮的 我也在本節目曾經開玩笑 講過一句話 王金平如果到時候競選的時候 所謂的票投王金平就是叫去馬英九 聽起來很可笑對不對 沒錯 但是可笑的事情 通常有他很好玩的意思在裡面 那王金平為什麼這個時候會覺醒呢 也要感謝馬英九 本來王金平他的生涯規劃裡面 做到明年的等於說第三任的部分區 他就準備要結束了 所以早在幾年前 他已經把他部分的親信對不對 安排在一些企業的好朋友之類的 他等於說有點脫孤的那個意思 結果沒想到前年 馬英九來一個九月政爭 雜王對不對 一個幹過法務部長的人 弄到後來檢察總長被判刑 對不對 下台 然後自己現在總統明年退下來以後 5月20號一退下來 5月21號搞不好傳票都接到了 你知道嗎 而且黃世民既然會成立 你這個總統洩密罪絕對跑不掉 關不關是一回事 那個關是絕對跑不掉 而且絕對成立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王金平大獲全勝 王金平有史以來聲望最高 竟然是建立在馬英九的失敗上面 你知道嗎 而不是王金平自己有多厲害 可問題是啊 現在王金平之所以能夠讓我們在這邊 熱烈的討論 讓他自己也信心滿滿的 最主要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朱立倫確戰 朱立倫又不是因為他自己 你知道嗎 事實上王金平自己本身 根本不太想選啦 講坦白啦 最想選那個人叫 等一下你說王金平本來不是很想選 真的嗎 可是以前也曾經 這一局如果好選 我跟你講坦白的啦 那個傑銘啊 這一局如果好選對不對 趁這裡都不夠 又打冬 又打冬 朱立倫就跟選黨主席一樣 打個電話給胡志強說 我要選黨主席啊 如果你要選我就不選 那你打這個電話就叫人家不要選嘛 對對對 如果如果好選 那輪得到你什麼王金平啊 我朱立倫自己就怎麼滾到旁邊啊 原來如此啊 當然不好選嘛 所以他不選嘛 塞在這種狀況下 那王金平是逼上涼山 這沒辦法 因為朱立倫擺明了 不給你第四任的不分區 沒有第四任的不分區 你叫王金平去選區域嗎 不客氣說你選區域還選不贏 你的機會不高了 所以這種狀況是怎麼辦呢 怎麼辦只好逼上涼山 一開始是更叫的對不對 大家在那邊敲邊鼓敲邊鼓 敲到後來現在眼看著 好像越敲越那個 我告訴各位一個 等於說既然要爆料 大家都來爆嘛對不對 其實台北的媒體現在很多人 都知道這個訊息了嘛 那麼甚至中南部 擁有實力的大金主 自己都跳出來挺了 真的 對 他很動員的能力 你是說嘉義雲林那個嗎 在中南部很有實力的嘛 他出來挺的話 在地方有沒有影響力 當然有啊 當然有影響力嘛 當然他能夠開多少票 我不知道 但是在地方有沒有影響力 當然有影響力嘛 至少在動員的部分對不對 錢的事情就改過啦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嘛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萬萬不能 沒有錯啊 對啊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知道那人家為什麼 當然不一定說王建平一定會贏啊 但是大家就是 反正這個狗已經玩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怎麼玩了嘛 那洪秀柱雖然明天要去苗栗 主持什麼童花婚禮對不對 洪秀柱其實我們不用多加評論啦 你知道嗎 很堅持他的勇氣 至少他是一個帶種的嘛 至少我講坦白的啦 說起他 等一下帶種這件事情用在女生身上 用在魄力上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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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民黨沒有帶種的嘛 那很簡單嘛 你這樣太直接了 我們這邊還有國民黨的耶 我現在說要選總統 沒有一個帶種的嘛 對不對 那你說楊志良帶種嗎 真的帶種的話那幹嘛 你明明上億的生薑 為什麼只拿二十萬出來 你明明兩百萬對你這樣小case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拿出來呢 故意搞個二十萬在那邊對不對 心心作態嘛 了解了解 這就讓人家國民黨這些男人嘛 這是讓人家討厭的原因 他就帶種的李鴻元耶 李鴻元他現在帶種嗎 你說又周刊啊 又名嘴訪問對不對 弄了半天 他有兩個籤題 一個姓武的跟姓王的不選他才選 是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有心為國為民 對不對 你就不顧一切 雖千萬人無亡義 你如果真的是認為 你現在應該要救國救民 因為救你國民黨對不對 你就應該跳出來 你什麼姓王的不選 姓吳的不選 真的要選就這樣選 還有什麼選不選 對不對 是啊 本來一個人的志業 哪有那種我救國救民 要看你們兩個 要不要先救國救民再說 沒有哪有事 撐到那種事情 你沒有跑 你沒跑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告訴各位 現在王金平是在必選 那麼他會在什麼時候選 那我覺得5月4號的朱席會 是一個大家現在都在觀望的 一個關鍵 那朱席會談了以後 很多人現在還會在猜 那朱立倫會不會選 我跟你講 朱立倫鐵定不會選 因為他如果要選的話 他不會去見習近平 那麼他見了習近平以後 我現在有一個人 一定在那邊垂下垂下 內憂外患 內被人家架空 總統這些立委 這些沒有人要甩你 叫馬英九嘛 Why 對不起 兩岸權他好不容易 從連家想辦法要搶過來 對不對 派了個王毅群去嘛 搞得龜頭土臉 然後現在朱立倫一見了 習近平手一握很抱歉 兩岸的門票在我國民黨 現在的黨主席的手上 我又把你取而代之了 所以這種狀況下 大家都會觀望這個朱席會 但是我告訴各位 王金平一線在我所掌握的這些 等於說所有的訊息顯示 跟動員顯示 那個什麼一萬五兩萬票的連鎖 我可以不客氣說了 一兩天之內 就立刻可以完成了 天成年王說一個禮拜 你加碼到兩天 我們現在不是講說 你要先去幹嘛 要先去登記 才會給你黨員的這個表格 一王院長這樣的三十年打滾的大內高手 對不對 翻雲覆雨 他這些名冊不用他自己去拿 他下面全部都有 這麼厲害 黨員名冊全部都有 現在只是說 因為朱立倫三分的三成的 這個所謂的黨員投票 七成的民調嘛 那麼防護新黨部現在到目前為止 還是不支持他的嘛 深藍這一塊還是不支持他的嘛 但是王金平現在為什麼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統人把他拱起來在幕僚都說 現在有三萬人嘛 對不對 都是中南部哦 你聽清楚哦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楊之良就算是人家打撤翼 翼軍突起的一個騎兵 對不對 我聽清楚是打撤翼的翼軍突起的軍 可是楊之良因為他反對所謂的軍公教年金啊 所以呢 很抱歉 黃護新黨部這軍公教也不會支持他 那就是洪秀柱了 是這樣子嗎 所以看起來國民黨的戰爭提現 聽起來還真有趣 到底這我們物理外面這看不清楚 那有沒有人看得清楚 好 物理外面也是說看起來目茫茫的 外面是門外面 我們看不清楚 那有人是在裡面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們就是我們楊師舅 他就在國民黨裡面 那我看這個王金平的這個總統之路 最後障礙竟然是國民黨嗎 這次是國民黨的民族 那是國民族 就是國民族